台湾新冠疫情形势依然严峻 本土确诊死亡率偏高 而蔡英文竟然表示 到目前为止疫情控制到一定程度 蔡英文也首次为本土疫情延烧 向台湾民众致歉 并称会不断地调整出最适合的战斗队形 确保台湾不会被病毒打败 到内新冠疫情控制 现在究竟达到怎样的程度 蔡英文将如何调整防疫团队 会不会撤换陈时中 两岸时视频论员谢南 王炳中为您深入解读 美台双方将在未来数周内 召开第十一届所谓台美贸易纪 投资架构协议会议 柯建明在脸书表示 作为一种交换与谈判 台湾如果不主动伸出友谊之手 又怎能期待别人帮助台湾 怎么看柯建明这番话 这次谈判台湾会拿什么去交换 又会换来什么 台湾时视频源张有华 带来全面分析 七国集团峰会十一号 在一片抗议声中开幕 抗议者批评七国集团 在气候变化 疫苗分配等领域 承诺多余行动 从疫苗分配角度来看 七国集团这一次 有可能真正对外展开 什么样的疫苗援助 另外 德国总理默克尔 在会前公开表示 解决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问题 如果撇开中国将永远无法找到解决方案 默克尔的这番表态 传递出哪些信息 时视频源郭献刚 由独家观察 海峡新干线 让人看世界 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小丽 本栏目由豪市特约赞助播出 豪市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本栏目由金砖会务用酒 扶毛较酒赞助播出 我们来看新闻 6月11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杨洁篪 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 双方就有共同关心的问题 交换了意见 杨洁篪表示 对话合作应当是中美关系的主流 合作应双向互利 平衡解决彼此关键 中方致力于同美方实现不冲突 不对抗 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 同时坚定维护自身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 我们敦促美方按照两国元首除夕通话精神 同中方一道努力 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确发展轨道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涉及中方核心利益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方坚定不移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重信守诺 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台海和平稳定 梁洁篪指出中方积极参与和支持国际抗疫合作 坚决反对任何借疫情对中国污蔑抹黑和甩锅推责的恶劣行径 美方一些人编造散布武汉实验室泄露新冠病毒的荒谬故事 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键 我们敦促美方尊重事实和科学 不要将溯源问题政治化 把精力集中在国际合作抗疫上 布林肯表示 美中近期一系列接触对双边关系是有利的 美方期待同中方增加各层级接触和交流 美方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美方希望同中方保持在重要国际地区问题上沟通协调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台湾岛内 据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12号公布的数据 台湾当天新增250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一连续29天本土确诊超百例 累计确诊12746例 另外当天确诊病例中新增26例死亡 死亡病例达到411例 岛内新冠疫情持续延烧 新光3月台北台中店 皆出现了专柜销售员染疫案例 个案确诊前都有上班季度 导致百货同事消费者人心惶惶 不仅确诊消息连环报 猝死案件也频传 在12号的疫情指挥中心记者会上 陈时中表示 日本提供的124万剂阿斯利康疫苗 已在11号陆续配发各地专责医疗院所 且第一批配发数量目标 是至少让第一至三类前线医护防疫人员施打九成 大致上在这里面我们还是在一到三类 大概以这个九成以上当作一个目标群 那第二个在住宿的 这也希望能够打 那洗肾患者也都希望能够把他打满 那七十五岁以上的长者 我们预计大概就是 大概大概五十五趴到六 到六成的这样的一个死导 在第一批里面 那这都是我们的一个 分配的一个目标数 台北市新光三月站前店门口贴出公告 11号整天修管 并且要进行消毒 甚至还有一名未解被爆料 疑似隐瞒家中有六人确诊 一人死亡 目前传出新光三月站前店 已经有三人确诊 其实他有冷定 可是他就没有说出来 然后继续承办 讲话安 有时候会不戴口罩 是口罩在这边的 嘴巴跟鼻子都是露出来 那我就看了就觉得很 大家都知道 他已经咳嗽可能两个礼拜 但都是不是做快晒 据内部人士爆料 台北新光三月站前店的 该名专柜销售员 有六名家人确诊 母亲还因此过世 该名专柜销售员 五月曾回老家一趟 期间却还持续上班 还狂咳嗽 隐瞒接触史 害同事也确诊 事件爆发后 新光三月发表声明表示 的确接获有确诊者通知 第一时间即启动防疫调查与消毒 为确保员工安全 也会修管至14号 全员快筛 基隆市长林又昌 11号也证实 一位家住基隆的新光三月站前店 专柜销售员 因职场有多人确诊 他警觉性高 自主前往裁检后确诊 以收治集中检疫所 另外 新光三月中港店 一楼化妆品专柜 29岁专柜销售员也确诊 这是台中首次出现 百货业员工确诊案例 不仅确诊消息连环报 猝死案例也频传 不少在家中猝死者 根本不知自身是否染疫 一位民众表示 独居在台北的舅舅 本月7号在住家猝死 处理遗体过程 花费近8个小时 至今还无法判定死因 另外 台北市南港区一名60岁的 王姓男子 12号凌晨1时许 出现发烧疲倦症状 自行骑着摩托车 前往医院就医 不料离医院200米时 因身体不适倒地 紧急送医急救 宣告不治 当你的血氧浓度 越来越低的时候 你没有任何的症状 当你有症状的时候 突然就是 不如外呼 呼吸突然呼吸困难 呼吸喘 胸闷胸痛 造成这个突然的意识丧失等等 已经这样的确是一个造成 新冠肺炎处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当前岛内新冠疫情严峻 再加上正值端午廉价 陈时中喊话 案例数仍多 非必要请勿返乡 被问及何时能解除 三级防疫警戒 陈时中坦言 目前没条件 根据台劳动部门的统计 实行三级防疫警戒以来 工时减少的劳工 已有5000多人 餐饮平台也统计 全台湾餐饮业的营业额 下降超过七成 许多业者都快撑不下去 店家引颈期盼的 就是防疫警戒 能尽快降到二级 作为疫情重灾区的 台北市和新北市均表示 目前没有降级的条件 而岛内各行各业 受到新冠疫情冲击严重 叫苦连天 民众中心期盼 疫情尽快降温 以恢复经济生活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 台湾新冠疫情持续严峻 死亡率高于全球平均值 国民党籍民代吴一丁 11号为此质询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指挥官陈时中 为何死亡率偏高 陈时中狡辩称 实际确诊人数 有可能比目前确诊数字要多 可能还有一些分母 没有被确诊出来 死亡率的分母 有可能是被低估了 是可能我们确诊 其实是低估了 对不对 但目前是有这样的可能性 那所以我们积极要来 赶快做一些裁剪的措施 希望能够把潜在的病人 能够赶快找到 对于陈时中的言论 不少岛内网友表示质疑 有网友直斥 又想玩数字游戏 更有网友痛批陈时中 说不普筛的是他 说确诊被低估的也是他 身为指挥官 人命关天这样玩 难怪天天可以死这么多人 再不换掉 后面还不知要死多少人 岛内到底还有多少 所谓确诊的分母 没有确诊出来 这个问题说实在 真的应该要来问的是 陈时中 因为现在告诉我们 说确诊数被低估的 叫做陈时中 可是呢 同时又告诉我们 而且使尽全力 禁止个人 禁止企业 禁止各县市政府 自己来进行普筛的 也是 陈时中 那你根本没有普筛 你又何从来知道 到底现在台湾 确诊的人 潜伏在我们的四周围 看起来好像没有症状 但其实已经确诊的人数 所谓的分母 到底有多少 所以这一切一切的问题 就回到了症结点 那就是台湾没有普筛 那么民进党当局 完全基于 它的政治考量 拒绝大陆的疫苗 拒绝大陆的防疫经验 同时呢 为了敷衍色泽 为了隐瞒真相 所以不普筛 自然就不会有确诊的数字 因此呢 从一开始发明了 叫做所谓 社区感染边缘 再到如今终于承认 台湾已经爆发了 社区感染的阶段 这一切一切的话术 直到上个月 当台湾的民众看见 所谓的校正回归 这四个字出来的时候 可以说 所有人对于指挥中心 对于陈时中的信任 全然崩塌 因为所谓的确诊数 到底多少 还可以有所谓的校正回归 而且忽而说要回归 忽而又说可以不回归 忽而又变成坚持 要继续校正回归 因此确诊数到底多少 由他说了算 所以台湾社会 现在频繁的传出 在这些确诊数字的背后 是一个又一个 突然猝死的案例 这些突然猝死的案例 就告诉了台湾社会 这些人 直到他突然死的那一刻 他都不知道 他自己其实已经确诊了 所以这些数字 不再只是冷冰冰的数字 他让大家完全对于陈时中 所讲的这一大堆的空话 完全失去了信任 因此你说台湾到底 现在疫情到了多严重的程度 说实在没有普筛 没有足够的疫苗 然后用爱就会度过这一切 用台湾人的气质 就会战胜病毒 你真的敢相信吗 台湾新冠疫情形势依旧严峻 死亡人数持续增加 让岛内民众恐慌 蔡英文的满意度也受到重挫 11号 蔡英文首度为本土新冠疫情 向台湾民众致歉 我要再次表达最深切的 不舍与歉意 让疫情逐步的趋缓 降低重症率跟死亡率 是目前防疫团队 正全力投入的重点目标 11号下午 蔡英文接受轻率电台节目连线时声称 到目前为止 疫情控制到一个程度 不过蔡英文的这番言论 到内网友并不买账 有网友就表示 我不接受这说辞 如果控制住 就解除三级警戒呀 自相矛盾 甚至是谎话连篇 自我欺骗 也有网友讽刺 是呀台湾的疫情 用数字控制住了 此外 关于新冠疫苗的问题 蔡英文声称 7月就会开放疫苗 给一般民众接种 蔡英文对于台湾新冠疫情 发表谈话 其中说到将不断调整队形 不让台湾被病毒打败 我们会不断地调整出 最适合的战斗队形 确保台湾不会被病毒打败 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 黄子哲发文称 这应该是台湾发生疫情以来 蔡英文第一次提到 要调整防疫团队的谈话 这难道是指挥官陈时中 即将被撤换的讯号 中国国民党主席江启臣 也表达了对陈时中的不满 他也必须要能够去协调各部门 乃至于去促成跟地方的合作 就连民定党籍前明代郭正亮 也曾爆料 陈建仁将接受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我们也看到陈时中 最近在当指挥官的过程 所碰到了一些实质的困难 就是苏贞昌跟他处得不太好 所以就是陈时中除了卫福部之外的各部会 他没有办法整合 那陈建仁来的话 事实上我是认为他会先接指挥中心 那这个位置刚好是适合他的位置了 尽管民定党否认相关说法 但绿营名代也坦言 陈时中最近确实压力很大 本栏目由豪市特约赞助播出 豪市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同时我们也要感谢月华不锈钢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怕生锈用月华 相关话题 我们来连接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 谢南先生 继上周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 和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 陈时中道歉之后 11号蔡英文也向台湾民众致歉了 蔡英文更表示说 会不断地调整出最适合的战斗队形 确保台湾不会被病毒打败 那么您是如何解读 蔡英文透露出的相关讯息 是否如目前舆论所猜测的 蔡英文将要调整防疫团队 那么在您看来 台湾防疫它最应该调整的又是谁呢 那么说句实在话 为什么蔡英文当局的表态 会出现这么大的变动 为什么蔡英文愿意道歉 那么理由很简单 就是迫于民意的压力 因为我会发现这一段时间 岛内最新的民调反映 蔡英文当局的民意支持率 已经呈现出相应的死亡交叉 也就是不满意率 已经超过了它的满意率 这给了蔡英文当局极大的压力 并且在前一段时间 台湾确确实实 它的防疫措施 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这一点 我相信不仅岛内的民众看在眼里 国际社会也看在眼里 不仅岛内民意 对蔡英文当局表达出了强烈的不满 连国际舆论 也对台湾的防疫破口 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因此从目前的角度上看 蔡英文当局如果不肯对防疫团队 进行相应的人事调整 她本人恐怕就要承担直接的压力 因此她会在这个时候 提出要保持所谓的战斗队形 言下之意就是 可能会对未来的防疫指挥团队 进行相应的人事调整 那么从过去一段时间来 岛内媒体的猜测可以看到 可能接替陈时中的有两个人 一个人可能是前台湾地区副领导人 陈建仁 也有可能是现在的台湾地区 副领导人赖清德 他们两个人都具有相当的 公共卫生的背景 从专业的角度上讲 比较适合 蔡英文当局如果在未来 进行相应的人事调整的话 可以称之为一种所谓的亡羊补牢 尤为蚽掩 但是我们必须要指出 对于今天的台湾民众而言 他们恐怕已经深刻的感受到了 今天台湾的防疫 可能调整的并不仅仅是一两个人 也不是调整一两个团队 更关键的是要彻底改变过去这种 所谓的政治防疫优先的防疫措施 要将科学原则置于第一地位 作为第一考虑 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 如果蔡英文当局不能体会到 当前防疫的严峻性 不能够体会到岛内的汹汹民意 一味地在错误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的话 那么我不得不说 未来可能要更换的 就不仅仅是一两个人 而是整个执政党 好的 谢谢南先生 我们稍后继续请教 台湾高端疫苗解盲 号称所谓大成功 将向台卫生福利部门 申请紧急授权 但是每季价格高达881元新台币 远超过目前以上市的 西方国家流通疫苗 甚至比阿斯利康疫苗贵了七倍 跻身全世界最贵本土疫苗行列 引发外界的质疑声了 对此陈时中竟回应称 民众可以选择不打台产疫苗 你是全球数一数二的鬼 如果你没有签这样合约 根本就没有厂商 如果你知道你这样 一个不平等的条约 我们一剂疫苗都买不到了 买不到国际新冠疫苗 台湾自产新冠疫苗又爆出天价 据报道 高端疫苗每季价格高达881元新台币 远超过目前以上市的 西方流通新冠疫苗 甚至比阿斯利康新冠疫苗 贵了七倍 癌轰是不平等条约 如果没有办法说清楚 贵在哪里的时候 那人民在跟其他的国际认证疫苗 做比较之下 自然而然会觉得贵的没有道理 为什么全球最贵贵在哪里 一个完全没有做三期的疫苗 大家都知道最贵的成本 在三期的人体试验 我觉得不可思议 这个政府负高端负的这个样子 如果不是我们台湾 签了这种盘子合约的话 高端联亚一剂疫苗都卖不出去 最花钱的三期他根本没做 他的成本是所有的疫苗都最高的 大家觉得这像话吗 台北市长柯文哲更是有备而来 拿出国际新冠疫苗价格来对比 惹不住开酸 人家这个是有牌照的 有认证的价格之道 那你这个不好不好 还不知道 而且就贵很多 国际的认证的疫苗已经到七支了 要做一个新的疫苗 那对照主是要拿食盐水 就是假的疫苗来测试 这恐怕不合医学伦理 不要让政治去扭曲专业 如果要专业辩论 那大家就来专业辩论 高端宣布解盲成功 民进党当局关起门来自嗨 但是专家看了很忧心 抗体能不能代表保护力呢 完全不可以 综合抗体只是我们测的其中之一而已 但是我们整个的保护力 需要靠整体的抗体来去共同合作 才能够造成保护力 民意生成性上是没有办法提供一个有效的保护力的一个数据 还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一个完整的证据跟 保护力的证据来说服大家说 这个疫苗是真的是有效 目前高端疫苗并未通过三期临床试验 尚未取得国际认证 高端疫苗还表示 未来三期临床试验会以所谓免疫桥接方式进行 遭质疑将创国际第一例 用这样的方式来通过的 目前我手头上并没有得到这样的资料 民进党当局一路开绿灯 强力护航自产新冠疫苗 不过民众对台产疫苗的信心则是大打折扣 我自己会不敢打 没有人想要当白老鼠 如果我真的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家里怎么办 因为他没有通过临床实验 如果打得出事怎么办 他还没经过第三期 这样子可能不太妥当 对于外界对台产疫苗的疑虑 陈时中的回应颇为轻挑 如果民众选择不要打折扣疫苗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 那可以吗 我们这打疫苗这事情 在基本上到目前的政策 都是没有强迫的 也有很大的比例的民众 对于折扣疫苗是有信心的 我们希望是如此了 针对民进党当局 对于台产高端疫苗之自信 国民党智库副董事长连胜文 在脸书发文酸 高端的折扣疫苗给高端人士打 低端的进口疫苗 给我们打 物尽其用 台湾一定可以创造 第二个防疫成功的神话 现在呢越来越多的 这个秉于科学的这些 有良心有专业的科学家都站出来 比如出身身绿阵营的陈培哲 但是台湾呢完全孤注一职 就在台产疫苗上 而且呢还要来以意谋财 希望让相关人士来大赚一笔 所以台湾现在被惊爆出来 有很多所谓的涉及蓝绿多档的权贵人士 包括现任蔡英文自己请来的顾问 自己呢都插队偷打了疫苗 为什么呢 这些人尤其是出身绿营的政治人物 绿营的名嘴 绿营的媒体人通通自己都偷打了 那就是因为这些权贵人士 他们的消息比一般人更灵通 他们当然晓得台湾的疫苗各中有太多秘辛 有太多反科学反理性 纯粹为了谋毒为了谋财的考量 因此呢大家就像铁达尼号要沉默之前 能够自救就各显神通 在撞上冰山前能够捡到一根浮木 就是救命的稻草 所以现在大家呢有本事的就偷偷先打疫苗 那一般的台湾老百姓也无法再来相信 这样的一个台产疫苗 连二期试验都还没有解盲前 蔡英文就用她领导人之尊 出来挂保证 说要来定至少一千万剂 你说这样一个完全没有根据科学 全世界也没有人认证的所谓台产疫苗 台湾就孤注一掷 把所有防疫的希望都放在这台产疫苗上 台湾的老百姓悲不悲哀 这难道不是既谋财又害命吗 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谢南先生 台产的高端疫苗宣布减盲成功了 但是由于外界最关注的保护力啊 必须要经过三期临床实验才能够得知 所以这个民众对于台产疫苗的信心恐怕是仍有问号 而陈时中呢 昨天在他立法机构答询的时候称啊 未来岛内民众当然还是可以选择不打台产疫苗的 可是如果说境外疫苗进不来台湾或者说进的很少啊 那么台湾民众他有的选吗 那么说句实在话 岛内的疫情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一方面是能不能尽快的调整防疫措施 能不能通过大量的普塞普检和应收应治 尽快的将病情遏制住 另外一个关键点也就是最近岛内一直讨论的 就是尽快解决疫苗的问题 那么从前一段时间 蔡英文当局力挺所谓的台湾资产疫苗到现在 由于对疫苗讨论的逐步深入化 人们会发现 如果没有经过三期临床试验的疫苗 其实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 因此蔡英文当局 特别是他的防疫指数会关陈时中已经改口 声称未来民众可以不打台湾的资产疫苗 那么现在问题就在于 未来谁能够给台湾提供足够的疫苗 因为根据各方面的测算 如果按照一定的群体免疫的比例测算的话 岛内需要的疫苗的总数 可能会高达两三千万剂 这么大的疫苗需求量 相对于现在的台湾的疫苗保有量而言 完全是一个天文数字 因此未来疫苗的稀缺 将会持续相当长的一个时间 并且现阶段岛内已经出现了 疫苗分配的乱局 从最新的消息来看 岛内在符合分配稀缺的AZ疫苗方面 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的乱象 也已经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的不满 那么我相信 如果未来不能够很好地解决疫苗的问题的话 未来岛内的围绕疫苗分配的矛盾 将会愈演愈烈 岛内的民意可能会到达新的一个燃点 因此我觉得 对于今天岛内的执政者而言 如果他还有相应的政治智慧 如果他还有一定的政治远见 如果他真的将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 放在第一位的话 我觉得最便捷的手段 还是尽快地推动两岸疫情的合作 推动两岸疫苗的合作 尽快地通过中国大陆获得被WHO认证的 被台湾民众可以接受的疫苗 以尽快平息岛内的这场新冠之乱 好的 谢谢南先生的分析和解读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欢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界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界 我们再来关注 美国所谓在台协会处长 列英杰11号表示 将于本月重新召开 所谓台美贸易 即投资架构协议谈判程序 正将进一步深化 双方在供应链及投资等面向的紧密合作 美国贸易代表署发布新闻稿指出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与台湾方面代表邓振中 11号进行视频会议 戴琪强调 所谓台美贸易与投资重要性 并将在未来数周 重启所谓台美贸易 即投资架构协议的会谈 美国所谓在台协会处长 列英杰当天也透过脸书表示 很高兴将于本月重新召开 台美贸易即投资架构协议谈判程序 此程序将进一步深化双方 在供应链 投资 以及以劳工为中心的 贸易政策上的紧密合作 台立法机构民进党团总赵 柯建明11号晚也在脸书发文 为去年开放莱猪进口洗白 他表示 去年8月 蔡英文宣布将开放 含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进口时 所谓在野党群起公知 尽管民进党一再重申 含莱克多巴胺的美牛 早已在2012年马英九时期开放 到现在并没有任何食品安全的问题 同时也不断说明 这会是与美国经贸谈判上的一大障碍 然而没有一个所谓在野党听得进去 不仅如此 柯建明再将矛头直指所谓在野党 声称在野党不要再操作 无限上纲的社会对立 更不需要毫无国际战略视野的政治操作 共同支持台湾的安全与经贸战略 放为台湾之福 TFA真正谈到现在没有办法落实 也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是关税的原因 要不要降关税 第二个要不要建立互信的程序 不是互信程度 是互信的程序 如果这个程序就是类似于框架 没有办法制定的话 TFA你谈也是白谈 这第二个 那第三个就是说 除了贸易逆差以外 更重要的是智慧产权 美国截至目前为止 没有跟我们谈到贸易逆差 跟智慧产权的问题 那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 民进党又在做大内线 台湾那么小 去跟美国谈TFA 那这种额度对美国来讲的话 根本是小额嘛 所以美国一定会压迫台湾 就是说你要给我开放更多的市场 那个时候谈的不是美猪美牛 那个时候就是实质上 它会跟台湾谈的是 所谓的贸易产权的问题 还有美国进入台湾投资的框架 等这些问题 如果台湾应付不慎的话 我只可以说 台湾一定会割地赔款 所以我们今天看TFA 我们感慨非常非常的深 我们看民进党提的任何的政策 尤其贸易方面 什么南向等等那些 请问到了今天 你哪一项协议成真 那这个就是说 民进党必须要给台湾人民一个答案 那更重要的 不要用大内宣的角度 来欺骗台湾人民 下一节我们将带您来关注 七国集团崩会 11号在一片抗议声中开幕 抗议者批评七国集团 在气候变化 疫苗分配等领域 承诺多余行动 从疫苗分配的角度来看 七国集团这一次 有可能真正对外展开 什么样的疫苗援助 另外德国总理默克尔 在会前公开表示 解决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问题 如果撇开中国 将永远无法找到解决方案 默克尔的这番表态 传递出哪些信息 时事评论员郭建刚 有独家观察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本篮朋友豪市特约赞助播出 豪市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我是小丽 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交情 11号普京在接受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 再次回应拜登称其为杀手的言论 同时指出 目前俄美关系 已经处于近年来的最低点 1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 对美国总统拜登 称其为杀手的言论 做出回应 普京对杀手标签不屑一顾 他表示这是一名 美国职业建制派政客 在装腔作势 节目中普京还谈到了特朗普 普京称特朗普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人 并非出身自建制派和大时代政治 不管人们喜欢与否 这都是事实 普京说 现在的美国领导人完全不同 采访中普京也表达了 对近年来俄美两国关系的看法 美俄关系近年来持续紧张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 双方在军控领域实现有限合作 但在乌克兰 网络安全 人权 干预选举等问题上 分歧明显 对抗加剧 俄罗斯总统网站 今年5月25号发布消息说 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拜登 将于6月16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晤 俄总统网站说 双方领导人将在会晤中讨论 俄美关系现状和进一步发展前景 战略稳定 抗击新冠疫情合作 以及地区冲突调节等问题 我们来关注今日重爆话题 维基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 11号在英国西南部 康沃尔郡·卡比斯贝开幕 这次峰会是近两年来 七国领导人首次举行面对面的会议 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 七国集团国家 希望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等方面 与各国展开合作 他强调 在这些领域 如果撇开中国 则将永远无法找到解决方案 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开幕致辞中表示 随着全球从新冠大流行中逐渐恢复 七国集团需要只有建立一个更清洁 更绿色的世界团结一致 同时避免2008年金融危机后出现的 社会各领域复苏不平衡的错误 七国集团峰会东道主英国表示 七国集团领导人将在周末的峰会上 同意扩大全球新冠疫苗的生产 并将通过共享和融资计划 向全世界提供至少十余剂疫苗 据报道英国还承诺将在未来一年 捐赠至少一亿剂剩余疫苗 包括从接下来几周开始捐赠500万剂疫苗 不过据路透社报道 对于英国政府宣布的疫苗分享计划 非政府发展和救助组织乐师会批评说 相对于全球疫苗需求的巨大缺口 该计划不过是杯水车薪 因为全球有近40亿人 依赖新冠疫苗实施计划平台 本届七国集团峰会的重点议题包括 公共卫生 后新冠疫情时期经济复苏 气候变化 生物多样性 与会国家还将交流共同的民主价值观 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 他希望七国集团峰会 能够在疫苗问题上取得非常好的结果 从而展现出有关国家并非只顾自己 而是还想着那些尚无机会接种疫苗的 非洲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 默克尔表示 尽管与中俄存在分歧 但七国集团仍希望开展合作 特别是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等方面 在这些领域 如果撇开中国 我们将永远无法找到解决方案 另一据报道 七国集团峰会开幕当天 多个组织在康沃尔郡多地举行抗议活动 抗议者举着停止空洞承诺 抵制七国集团等标语 抗议七国集团在气候变化 环境保护 疫苗分配 社会公平等领域承诺多于行动 没有采取切实措施 应对全球性挑战 英国警方在距离七国集团峰会举办地附近 拦截并搜查了两辆车辆 随后发现了油漆 烟雾弹和扬声器等物品 七人被逮捕 在为期三天的峰会期间 会场周边和英国首都伦敦等地 每天都会举行抗议活动 英国警方在会场周边 部署了大约6000名警力 好的 就此话题 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 郭宪刚先生 七国集团峰会 11号在一片抗议声中开幕了 抗议者批评七国集团 在气候变化 环境保护 疫苗分配 社会公平等领域 承诺多于行动 那么从疫苗分配的角度来看 您认为七国集团这一次 它有可能真正对外展开疫苗援助吗 各国在疫苗问题上有怎样的盘算 在这个国际社会的压力下 以及在中国这个援助 这个各国这个疫苗行动的这个 这个带领下吧 这个西方七国集团呢 也不得不在这次峰会上 就这个疫苗的分配 以及疫苗这个帮助这个发展国家 抗击疫情方面采取一些行动 美国这个承诺要 这个提供五亿支这个疫苗 欧盟其他国家也承诺 要提供几支疫苗 加起来大概是十亿支疫苗 但是呢 仅仅是这样的还是不够呢 他们提出的这个十亿支疫苗的这个援助计划呢 这个时间拉得很长 按照时间的表来看是缓慢的 因此呢 他们的这样的一些举措呢 对于抗击疫情呢 实际上起到的作用并不是很大 那么各国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行动 因为各国有各国的打算 最最主要的还是 他们不能够从大局出发来看待 来筹划抗击疫情这件事情 他们只是从本国的情况来出发 对于从全球 整个全局来抗击疫情这方面 没有这样的眼光 认为呢 只要把他本国的疫情尽快的弄好 就可以了 对于全球的疫情看得不那么远 因此呢 各国呢都是在打各自的小算盘 这个自己先把自己这块先管好 其他的以后再说 那么在国际社会的这个要求下呢 也采取了一些向发展国家 提供疫苗的行动 但是呢都是言不由衷啊 这个这个做起来呢 就是不那么到位 不那么准时而已 德国总理默克尔呢 在会前公开表示啊 解决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问题 如果撇开中国将永远无法找到解决的方案 那么您对此做何解读啊 在刚刚爆出美国透过丹麦窃听法德事件之后 您认为默克尔此次他会跟美国达成合作 还是保持距离呢 默克尔讲这个在气候转暖问题 包括这个生物多样化问题方面 这个需要中国的合作 他这样做呢 我这样说呢 有这么几个目的 一个他是想要扭转 这次拜登美国所主导的这个峰会上 想要这个围堵中国的这样的一种气氛 他认为呢 这次七国峰会应该是以合作为主调 而不是以这个对抗为为主调 这是他的一个一个目的 另外一个目的呢 就是他知道中国在应对气候转暖问题 在应对生物多样化问题上 这些年来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和进步 中国的很多措施举措都是非常得当的 中国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这个方面和中国进行合作 是有利于这个应对气候转暖问题 和生物多样化问题的 那么至于说默克尔会不会由于 美国这个最近曝光美国和这个丹麦 利用丹麦的一些设施来监控 法德领导人的一些活动和言行 这样一些举措 是否会影响到默克尔影响到 法德欧洲和美国未来的关系 我认为肯定是会有影响的 因为这些国家在听到美国居然对他们的领导人 采取这种窃听的手法的时候 是非常震惊的 作为盟友之间怎么能这样做呢 但是美国恰恰就这么干了 因此这对法德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未来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也就是说他们之间的信任度大大降低了 信任度大大降低了 那么关系必然不会像过去那么铁了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 这件事情也不会使得法国 德国和美国彻底白白 也不大可能 因为他们毕竟还是盟友关系 而且美国窃听欧洲领导人的这个活动 也不是第一次 因此尽管双方关系会受到损害 但是盟友这个关系还会继续下去的 好的 谢国健刚先生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小丽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 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资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资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我们继续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 郭健刚先生 有评论说 其实G7集团当中也有小圈子就是欧盟 这次会中有一张照片 把国总统马克龙 意大利总理德拉吉 还有欧盟的米歇尔和冯德莱恩 坐在一块砍大山 而有媒体也注意到了 这一届的G7峰会 应该是德国总理默克尔最后一次参会了 媒体就不禁发问 没有了默克尔 欧盟将去向何处 那么您对此怎么看 默克尔是欧盟中最资历深的领导人 而且能力很强 他处理问题非常的沉着冷静 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非常的老道 因此默克尔离任对于欧盟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他的一些路线 他的政策会带来影响 使得欧盟可能会在处理一些重大问题上 有的时候举步维艰 但是由于欧盟作为一体化进程的一个必然现象 是不可逆转的 因此我个人认为今后欧盟还会在一体化的进程下 向前迈进 当然会出现一些分裂的趋势 一些欧盟的一些成员可能会效法英国 离开欧盟这样的事情是不能排除的 但是大部分欧盟成员会留在欧盟内 因为欧盟一体化进程有利于欧盟主要成员 各个成员的国家的利益 有利于他们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此外这也是符合世界多极化的趋势的 此外欧盟和美国的关系 今后我想尽管盟友这种关系还会保持下 但是也会拉开一定的距离 欧盟自主自强的趋势会加强 欧盟除了在经贸方面 一体化进程会加强以外 此外在防务方面的一体化进程也会随之跟上来 欧盟想要自己来解决自己的安全问题 这样的一种呼声越来越强 这样的一种趋势向前推进 防务一体化的趋势也会越来越明显 因此我想尽管默克尔这些人离去以后 对欧盟未来的发展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但是总的来看 欧盟一体化的进程不会逆转 一体化的进程步伐还会继续下去 好的 谢谢郭建刚先生的分析和解读 想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家金盖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家金盖线微信公众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的节目365天 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五间播出的海峡舞报 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盖线 获取更多新视频资讯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官方客户端海博TV 那么今天的海峡新盖线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